佛山市叠轿水箱 水网密布 河道曲折 每年端午都会举办广东最具特色的龙船飘移竞赛 今年18只当地水箱最强的传统龙船禁旅 在仅5、6米宽的河道竞速 突然眼前出现一道急弯 鼓手立即以古典节奏指挥 队员迅速在窄窄的河湾道上紧急摆臂和甩尾 25米的船身紧贴着岸边 以惊险却不失优雅的姿态顺利完成飘移 这是佛山叠轿龙船飘移的独特之处 更刺激 更具观赏性 这是我的第二次 我的小孩也是第二次 我很喜欢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我们的这种中文文化 叠轿作为典型的岭南水箱 村民在这些特色河道上开展龙船飘移竞速活动 已传承几百年 近年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 今年16岁 两年 叠轿龙船它有一句话叫 宁可包烂不可爬慢 意思就是即使船撞了也不可以停下来 就是直面困难 面对任何的挑战 飘移大赛采用四天四赛的赛制 每日分别在L湾 C湾 S湾和直道湾进行决战 2024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 在深圳大鹏新区南澳越南湾展开较量 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城市的30支队伍参加 是深圳唯一的海上龙舟赛事 是深圳的海上龙舟赛事